我在组里经常玩相机 然后我拍的时候 我每次拍到孙伟龙 我就会 哇 太帅了 就那种虚焦 然后做一个表情 哪怕就是一个黑照 都会很帅那种类型 这时候 输了 聊什么 什么都聊 就是 很多事情 就是包括比如说吃东西 哎呀 我想起来我就搞笑 昨天晚上那个事 昨天晚上我跟他们讲那个段子 孙伟龙马他本来就很瘦 然后我们就说 我就问他 你是不是不是很喜欢吃东西 因为我看我们吃的时候 你都不是很想吃 我们想点什么东西 他都不爱吃 然后呢 他就说 也不是不喜欢吃 但我喜欢吃那种特别好吃 我说什么特别好吃 他说我就比如说 自己就特别擅长发现那种 不为人知的美食 然后不为人知的美食 然后呢 下午我们本来要点披萨 没吃 然后最后我跟他点的什么 他点的芭达 我说这就是你所谓的 不为人知的美食 然后他平时说他特别喜欢吃的 就是 臭豆腐 还有烤冷面 我说 你这个不为人知的美食 都挺特别的 我自己就基本上没有化妆出个门 我喜欢那种素颜 除了拍戏的时候 然后拍完戏收工 回去第一时间也都是把装戏了 因为我特别不喜欢戴妆 戴妆就感觉很难受 有啊 其实更多是他问我 我倒不是他问我怎么拍 就是他因为他对于相机的一些参数 他不是很了解 他最开始拿一相机 他懂 拿一笔光 然后半夜在他拍 我说你有哪儿相机 他说是啊 然后拍了半天 他跟我说 那个相机的点是在于夜间对不好焦 然后我说你是不是没调参数 他说什么是参数 我一看他没有调点测光 然后所以他拍的全是糊的 然后我跟他把相机参数一条 设置一条 他对上焦 然后后来他现在用那个莱卡 也是我拿他入坑 不是 就是同为爱好者 然后呢 就偶尔就互相拍 对 他拍到 大家都被我拍到 好 下面是那个 你今天花花段时间 我两个胳膊 你最终的角色身份 来刮一下你今天 每个妙一对一的匹配来刮他 谁赢的那个人 可以给另外一个人设定一个手法 哇 那咱们先商量好 这个情况不会太重了 商量好是不是没意思啊 就是 要怎么商量 你先出 看可以的话我觉得 你先做一种 什么惩罚 别别 弄得很过分 什么叫很过分 我想想啊 什么惩罚啊 这样吧 那我们就弄一点 比较符合那种 就是有好玩 又符合那种偶像 就是又有偶像包袱你 我想想 就说一道找我力吧 快滚了 我不会 我想那干嘛 惩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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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好歌吧 唱好歌行不行 对吧 不去一边跳吧 一边跳 不行 那这样 请对方吃饭吧 可以 可以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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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惩罚就是咱今天晚上谁 谁请客打球 可以 来吧 我们现在开始吧 你先来吧 想说新的事 我觉得李仙仙是个特别特别善良的人 我觉得李仙仙就是那种 超级无敌炫酷狂拽可爱 然后就是那种白到发光 然后哎呀 我无时无刻都能想到 那种小女孩 那种小妹妹 我觉得对我来说 她肯定 就非常没有缺点 就真是没有缺点 就真是没有缺点 可能不只是我 可能大家都这么觉得 她没有缺点 因为不只是没有缺点 就是现在我让我感到疯狂 就是呢 哎呦 就是 按耐不住 不光是按耐不住 就是那种 就是 日夜都想 然后让我呢 就是辗转反侧那种人 Morning李仙仙 早上想睡点什么 小哥就给你买 我现在太康复了 早啊 李仙仙 想吃点什么 我这儿什么也没有 你那边想吃点什么 你这边想吃点什么 你 这里想吃点什么 你 你想吃点什么 你想吃点什么 你想吃 对 那你在新加坡 除了这股承亭阿姨和妹妹 还有上学 你都做什么 想你 想家 做白马 对不起 我输了 他说的是实话 那下面是两位互相团队 怎么发 你先出招 来 嗯 我知道 就是他的帅和你的帅 我觉得是一个层次 就在我身上是一个层次 就是我经常 就是我经常 不光是竞争舞 这些什么 包括我 在内 这些都不算 就是我作为一个 毕竟你看 比如说我跟竞争舞一个层次 我每天对着镜子看 我觉得可能会比自己帅帮 这种一种人 但是呢 我可能对于帅已经习以为常了 但是我 你先听我说 我先对帅已经这种词已经习以为常了 但是呢 我在组里经常玩相机 然后我拍的时候 每次拍到孙伟龙 我就会 哇 太帅了 这种虚胶 然后做一个表情 哪怕就是一个黑照都会很帅那种类型 这时候 可以 先 先吹 先吹凌霄 是不是 我哥 帅 脸小 运动细胞发达 游戏打得好 游戏打得好 腿长 温柔 善良 少年感 哇 八个 然后 我小哥 帅 脸小 会拍照 英语说得好 唱歌唱得好 少年感 积极阳光热情 然后 然后 我昨天我在网上正好看到了那个 彩虹屁 我觉得 太像他们两个 我截了一个图 我念给你们听 哦 先是 我小哥 眼睛就像珍宝霞里的最美的琥珀 是俘获我熏的最美的那颗 我看你是从拉斐尔画里走出来自带光板的爵士贵族吧 还是说你是卢浮宫出逃的艺术品吗 小哥 然后下面这个是哥 我大哥的 哎 马上按 哪怕只有一片我也想用这张脸活一次 从头发到脚都是完美 即使是厚脑勺也是惊人的美貌 这种程度的颜值真的合理吗 你的美貌每天都在我心里收藏 比今天的你更好看的只有明天的你 嗯 恰巧 还有一个我觉得还蛮适合你尖尖的 我自己吹一波吧 好吗 尖尖你真是太可爱了 世界上所有的小熊的蜜糖都放在一个蜜罐里的糖量 都不如你添 所有拥有华丽大翅膀的蝴蝶都没有一只铺扇起来 比你颤动的蝶毛更加甜鲜 这个好像是念 嗯 你就是中灵玉秀中华大帝百年难得一见的宝贝 以上就是这三兄妹的彩虹癖 哎呦你 坐坐 哈哈 我最近常用的表情包是 我最近常用的表情包是 我最近常用的表情包 那是你们常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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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哎呀 不太好 一个是那个 哎不太好 这个 就是 一个就是那种很无语 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 哎我看一眼吧 还有一个是忍不住笑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都行没事没关系 这个 就是给我批出环 啊 我让大家不都喜欢用那个什么狐狸表情包吗 狐狸表情包就是类似那种坏笑 就爸爸不是狐狸 那个是狗 就那个 就那个 就是 嗯 啊 还有 还有一个那个也是一个狗 就是那个风中凌乱的那个 那个狗 就那个 被人一扯一回头 黑人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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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 哈哈哈 NSDD 你是弟弟 你是弟弟 是吗 对 对 啊你说的对 是吗 MYSS 没有 这个应该念什么 YSS MYSS MYSS 想让你自己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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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难啊 我天 为什么要缩写 前面两个字可以拒出一样吗 美言盛世 我说我已经把他们吹 吹上天了是不是 对 吹在那边好 来吧来吧 快 大家好 我在《以嘉然之名》里 饰演林霄 林霄 林霄是一个很 话很少 然后 很聪明 然后 然后是一个 不太表达的一个 男人 成熟男人 笑什么 很聪明 很聪明 我是李健健 我的职业是一个木雕师 我是一个很聪明的女的 然后 也很 爱吃糖 吃完糖也长住牙 好了 我是张欣诚 我在剧中饰演 不太聪明的甜品师 贺子秋 就是她的猪牙 都是因为我是吧 哈哈哈哈 我是猪这为孽 三个人才蛮好欢乐呀 我发现 是 现实生活中 有没有青年猪马的感情 有啊 从小玩到大的 对不对就是 有发小 我也有 只不过那个人是男的 有兄弟 从小到大的兄弟 你暴露了 我没有 嗯 我没有 就是 有的话 就是 初中吧 初中到现在 但是小学的基本上就 没什么联系了 因为毕竟挪了地方了 嗯 终于作为一个有两大少年男神 保住女孩子 你个人是什么感觉 就李尖尖 没有没有没有 很幸福 两大男神 然后呢尖尖也是更幸福 好费 你你告诉我这 这应该怎么回答这道题 就是我们俩在这你好好说 你要说李尖尖本人吗 可以 嗯 就是天不怕地不怕 天塌下来了都有人扛着 就是 两个哥哥 学习又好 然后长得又帅 个儿还高 你在家里 怎么样 都无所谓 你学习差了也没有关系 能人要了也没有关系 有两个哥哥咱就觉得什么都不怕 会在学校学校吗 会啊 李尖尖去跟人家嘚瑟的方式 就是我有这两个哥哥 嗯 那觉得这两个男神不一样的哥哥 一个他们自己也说了 一个很很聪明 一个不太聪明 然后一个话比较少 一个话比较多 就是完全互补 我觉得是 一个太阳一个月亮 卢南 哈哈哈哈 来蓝蓝 Luna 蓝蓝蓝蓝 月亮 月亮 嗯 这种恩机最多的 老恩机 我们经常恩机 因为就是老笑场 新为什么新笑场 就是一个 比如说类似于我跟 我跟威少的一个眼神的对视 我们就经常会笑场 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给你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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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演出来的 演出来的 演一下你们的眼神 啊 你是指的他还是我 你啊 啊 我啥啊 就是啊 我觉得是你啊 为什么是我啊 就是他老笑场 然后他每次每次一笑场 然后你就说是我先笑 就是你先笑的呀 哈哈哈 行我承认 好吧 嗯 毕竟作为一个哥哥的担当 你必须承认这一点 就必须得带动气氛 对吧 嗯 爆料一件发生过 尽搞笑的演示 最有气 排气 排气 哈哈哈哈 你确定吗 没事没事 对对对 嗯 都挺搞笑的 其实很多事都会搞笑 对对对 哈哈 嗯 其实排气有点挺搞笑的 但是算了吧 对 有损形象 嗯 最搞笑的事情 最搞笑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有必要就是 嗯 把那个什么花絮啊 或者是录的NG条拿出来看 我觉得比我们口述的要好笑 对 口述出来都不好笑 最搞笑的 钱婆婆吗 你看你你口述他们一定觉得笑不出来 他们一定不知道是谁 他们不知道钱婆婆是什么梗 对 嗯 哎这个不太好 说了也不太好 这必须得跟花絮 嗯 而且这不光是我们三个人梗 这跟还有爸爸 还有爸爸的梗 嗯 终于在这里面面对两位大哥 就是有什么独特的技能 能不能瞬间让他们服软 对你服软 好像只要里这间三个字 就他们就能服软 不需要我们都很主动的 就是我们毕竟求生欲各方面情商都挺高的 看大哥就很聪明 对吧 对 那这种你什么东西是云香有的 贺子秋没有的 李尖尖的爱情 非常扎心 扎心了扎心了 是是吧 是吧 还有没有 我有的他没有的 都有 哈哈哈哈 这个不要扎心 这个更扎 更扎 嗯 就是小哥有的哥没有吗 对 你帮我想一想 我真想不出来 我有的 你没有的 哦 我知道了 我们小时候有那个 我 他有吃辣条 他没有 嗯 吃什么 就你们小时候有做过一些就是很 就是 就没有大哥在的事情 比如说一起在被窝里吃辣条 对 嗯 因为我 我只会管着他们 嗯 好心酸啊 太心酸了 我有的你都有 你有的我没有 哈哈 就是你的是还是你的 然后我的是你的 嗯 你们觉得现实生活中林骁和贺子秋 每一款更受欢迎更受女孩的欢迎 肯定林骁啊 对 肯定的呀 就是 我在我在这个 你不觉得我在这个戏里面对了 除了对了你对你之外 就是对其他的所有的女性好像都是没有知觉的 就是 别人好像是点好 我就完全看不到 嗯 林骁更看不到啊 他能看到你想他比如说刚刚那 刚才说那个什么 林骁 你这样好看肯定适合 他会说这种话 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就旁边 啥啥啥啥 就是啥是不是 对就对于女性没有知觉 嗯 没有 其实 都有了 齐明月也老说你帅嘛 篮球也打得好 是是 你在 哎 不好意思了 立刻一下观众看这部剧的反应和大幕关键词 哎 啊 威少好帅 然后 然后 什么 你今天好幸福 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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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我要两个哥哥 哇李津津好可爱 哈哈哈哈 咱们哥哥好帅 你吵过 微笑呢 微笑呢 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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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笑你你去 啊 啊好甜 啊 啊 好感人 抱上了 抱上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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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是 如果两位男生吵架 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解决 就是你们会是 痛快的蛋一架呢 还是可以一杯 解决 打一架 蛋一架 对 用唇头 出现过这种矛盾 出现过 但其实大部分时候我们没有矛盾 我们是相亲家人家人家人 如果出现脑洞一间间 对作为中间人是怎么协调 想好了不能厚此薄笔 一边吼一声 你没有就是觉得个子长大之后 三人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 嗯 我是说他埋藏在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 是不会变的 只是在表面上的 因为你 毕竟很多年没有在一起生活了 然后你各自经历的事情和身边的人都不一样 但当他们再相遇的时候 会有一种陌生感 但是当比如说突然有一个突发事件 都是因为我 如果没有我的话 就不会有大家的破镜重圆 哦 就是对吧 对突发事件出来了以后 大家可能才会意识到 原来你还是我曾经最珍惜的那个人 是我让大家意识到的 这个必须提到贺子秋这个人的重要性 是是是 好 下面是两个男生的大作 如果你渐渐被富二代看重 那对方给你们两个人五千万 实际上我们离开他 那会多小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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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拿完五千万是吧 自己还会回来 为什么你觉得他会回来 你拿完五千万 你觉得他还会回来 对于我们的感情很有信心 就我对我这种问题就不需要回答 我就是富二代 对吧 我并没有选择金钱 所以说如果李仙仙要是选择 拿五千万就走的话 他应该会选择我呀 对吧 对吧 你忘了那个什么 我说我以后挣的钱都给你花 对 现在是李仙仙的问题 嗯 两位男生要先合一 你会救谁 都救 只能救一个 不可能 我有两个爸爸 我可以让他们俩一人救一个 说我送命题 怎么回答 我也不会游泳 哥 我牙疼 哥 别的女生要管我 要微信 你问我可以吗 我们从小就互相喜欢 然后长大之后可能那份情感还是在的 巨拓警告 你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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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自己的角色互相介绍一下对方 这是我哥 这是我大哥 林湘 这是我妹 尖尖 你尖尖 两人都是第一次合作 那合作下来之后 觉得对方和自己预想是不一样的吗 没有不一样 一模一样 就觉得对你本人吗 差不多 几乎 对 呃 他比尖尖 本人的话相对成熟一些 对 对 那这部感情 是不是和以前拍的相比相比 你觉得是不一样的吗 嗯 我觉得这个是 因为有亲情的一部分 而且是我们五个人一个家庭 一起又经历了很多事情 就是他除了说那种 爱情啊 友情啊 他还有一部分是亲情的 就发生在我们的几个人中间 会有 让这个故事和这个人物都更丰富 感动的地方 感动的地方也很甜 然后 感动的地方也很甜 感动的地方也很甜 暖的地方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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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太多了 就只要是这三三兄弟在一起 好多都很甜 就是感觉每场戏都很甜 就是这三个人在一起 对 嗯 举个例子 其实甜的地方真的有特别多 然后我觉得更多印象深刻的是 感动的地方吧 就有很多 嗯 和家人发生矛盾啊 可能 渐渐对于我和小哥来说 可能就是一个心里的支柱吧 我觉得可能还有就是因为我们都不是血缘关系 但是 不是家人 剩四家人会更 戳戳人心吧 对 怎么提醒一个女生装花 怎么提醒一个女生装花 对 尖尖的花 你叫你画像谁来补一下 那怎么不然这么提醒 那技术就没有上东西 那意思 对 如果是角色的话已经很熟了 就直接告诉他 嗯 拍感情戏就分别让你们两个害羞获的感情 可能就 刚开始 大家 刚熟期 刚进组 刚进组的时候吧 因为还不熟 然后就有很多感情戏 可能刚开始大家不熟的情况下 会有一些 对吧 哈哈哈 其实我们好像 就是很 很感情戏的还没有拍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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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不能这样 觉得这样不好 对 这是两个音响 我听相当好像有一场是 巨头警告 巨头警告 没有偏向 没有偏向 哈哈哈哈 哈哈 好 下一下正方的画风 天天的画风好像就有点感觉 文艺 有点文艺 对 松韵的 它就是有点文艺的感觉 然后就很多照片都加了那种滤镜 哈哈哈哈 哎 我的饺子 然后感觉很爱音乐的那种 对 松韵龙泼圈没有啥泼圈 他几乎不怎么发 我就一条风险 嗯 不是 就一条 一条 然后就也没有设置什么见不见 就 没有更新 松韵家 三句 三句啊 我叫松韦龙 我叫松韦龙 嗯 最终相试怎么就是你的真正感情 其实我们从小就互相喜欢 长大之后可能那份情感还是在的 然后其实只是当时的一点点心理上的矛盾 其实心里的感情还是有的 自然而然其实就在一起 大家看吧 我不剧头 其实我一直在想 尖尖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林霄的 比较反应吧 好像现在我一想也没有什么说某一个特定的点 就说因为这个我就要跟你在一起 好像就是因为我们长久的情感累积 他自己也不知道对哥哥是一种亲情还是爱情 可能最开始是亲情 但是哥哥告诉你说 其实我们是爱情的时候 他可能还会不相信 但是就只是他脑子里不相信 他的身体也好 还有他的下意识反应已经不是 就已经接受这个爱情的设定了 是这样 在无意识当中 就是这样吧 差不多是不是这样 我们要看比如说有时候 这场戏很放松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开玩笑 然后放松一些 如果这场戏是比较情感重一些的话 大家都会比较安静 我说你自己演唱会是你的最好婚姻 当然是你最好的婚姻 生日才好 你会非常享受 是你 你会怎么办 是我 我会怎么办 如果你的爱豆舞的演唱会 跟你的最好的兄弟是同一天 可能选最好的兄弟吧 那我就选 带着我最好的闺蜜去看演唱会好了 给她买个VIP第一盘好吧 标准答案是吧 这买个 买个啊 都行 看见到几个 这就没啥 你今天开始吃牙疼 营销作为冰山医生和养性哥哥的两种服务方式 哥 我牙疼 我这样吧 我说哥我牙疼 你说别吃汤了 嗯 少吃汤 都吃药 就冰山是吧 对 嗯 我不吃 我不吃药 那我去带你去医院 我能不去吗 不行 必须去 要不要 其实我发现我心里对大哥撒脚发的还挺少的 哥 人家好想你哦 你快点回来哦 爱你爱你 妈妈 发脚发的还挺少的 哎呦你可贵了我吓死你了 快下来很热 我不 我不 我不就要这样 我不是 我不管下来 下来下来 我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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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哇 还挺少的 你怎么怪你 下来 你 你 挺少的 哥 衣服已经有四件了 对了 自己洗 哥 我很好 昨天可以的 和唐亮给光毅一下 厉害 紀元 又要微信 啊 还需要要吗 我直接给他不就好了 不想 就是你要问他的意见 哥 月亮让我找你要微信 可以吗 别的女生要管我要微信 你问我可以吗 要征求你的同意 我才会把你微信给到他 你愿意给吗 我愿意啊 给吧 你要记得吃蛋糕 但别贪嘴吃太多 小心蛀牙 希望几年以后 叫醒我的不是闹钟 而是你的声音